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时时入寇 7点41分19秒 我是周宇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来我们的林家昌今天要告诉大家 那明天中秋节咯 到底要吃什么呀 秋风起 现在那个螃蟹正肥正好食 秋天就是吃螃蟹的鸡脚 连螃蟹你都懂得吃啊 还行啊 可是螃蟹应该是一个年纪大的人吃的 不是说一边吃螃蟹一边喝酒吗 是啊 就是那个老年人啊 就是一种氛围 像你这么英俊 潇洒又年轻的小孩 谢谢大家 怎么懂呢 哎呀 其实螃蟹就是 上个星期我到了高雄 去佛光山 听了莫言大师 就是诺贝文学奖去年得主的 那他有个演讲 那在 我扎嘴 台湾真的很变态 莫言来都没有人理 哎好奇怪 这么大的消息 对啊 莫言来 那我听了整个都热泪盈眶 因为他讲了他农村出家 被王金平的新闻给想走了 盖过去了 对 而且大家只关心 那一天到佛光山 大家要不要问 结果星云法师讲了一个以和 对没错 对 大家都说院长要不要来 院长要不要来 我说莫言在上面 你干嘛问院长要不要来 好吧 那你讲了 那到高雄吃了一间 很好吃的餐厅 叫做菜包里 懂得人心头就围围一震 难道那就是传说中的菜包里吗 没错 就是那个菜包 然后那个木子里 菜包里 那他竟然不卖菜包 他卖的就是高雄最好吃的海鲜 那我可以偷偷透露一下 老板娘就是成品吴老板的姐姐 哦真的啊 是 那他非常 他都非常低调 对不起 我乱讲 我还想请原谅 吴亲友先生 请你原谅我 没有啦 重点就是他非常的低调 但是在高雄的口碑 可是非常的家喻户晓 那我在那里吃到 今年的第一只处女巡 糕已经非常的饱满了 所以让我兴起了这个念头 来跟大家介绍 今年秋蟹季开始了 那要吃什么螃蟹 我们先从这几天 最活药的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去年成功推出的万里蟹谈起 那万里的螃蟹 其实每年大概占了台湾 自己捕捞的八成以上 去年新北市政府 成功打响了这个品牌 创造了将近七亿元的产值 那整个万里呢 包括了金山石门供僚 这整个区域 那这些区域的渔港 渔会跟餐厅 现在开始 只要你去买螃蟹 都可以买到 有认证的万里蟹 那万里蟹主要有三种品种 一个是花蟹 一个是三点蟹 一个是石巡 这三种的野生海蟹 八成都是在这几个地方 金山石门跟供僚去捞捕的 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地方的 西北渔场 就是在台湾的西北边的这个渔场 现在就是吃螃蟹 最好的一个时间点 那现在新北市政府做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活动 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认证过的这样子的野生 巴里蟹 那不论是每个周末 或者是在这个平常 在这些餐厅吃得到之外 周末到了渔港 都有很好的线上的渔获可以去采买 那这里可以打一个小广告 就是你只要到脸书的粉丝团 打进四个字叫做螃蟹快豹 这很有趣 他就会告诉你哪里有最新鲜的螃蟹 螃蟹快豹是说螃蟹跑步那个比赛那个 没有 他就是新北市政府做的一个很好的活动 我认为对于涛家们 你都值得去参加这个粉丝团 只要你按了赞 有什么新的新闻 新的餐厅 好的螃蟹的相关的讯息 那政府都会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昨天也有另外一个消息很有趣了 就是杨城湖的大家线正式的开补上市了 但是因为今年夏天啊 大陆的南方天气非常的酷热 又遇到前一阵子的台风 所以今年大家线的这个产量比去年更少 而且目前预期整个价格又会提高了15% 那所以在今年大家线季节来临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到 到底台湾的螃蟹好吃 还是中国的螃蟹好吃 目前我对于台湾 不论是在苗栗县政府 他们有辅助很多业者 本土的大家蟹 甚至在台北的这个山芝的这个部分 万里的部分 也都有养殖的大家蟹 我认为在过将近两三个礼拜 整个中秋过后之后 会有正式的量产季节 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做比较慎重的介绍 因为你我从来都不懂什么红熊 红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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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到底是怎么分的 其实 那长的样子你认得出来吗 认得出来 我可以当场分辨出来 但是要直接在这个 你好厉害 你可以跟他讲话 Hello how are you吗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是讲英文还是讲中文 这就是我坐在这里 大家要乖乖听我讲话的原因 防线文 他是卡尼 对 没有啊 因为 卡尼是日本话呀 那个沙公沙母就比较简单 因为他其实就是群类的公的母的 叫沙公沙母 这个分别是最简单的 沙公沙母就是群类 对 那红熊呢 其实就是已经成熟的熊 那他腹里面的是软 就是他已经是受经过的 那处理熊呢 他就是完全没有那个 所以他的膏跟红熊吃到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怪不得 红熊呢 里面感觉到好像比较有一粒一粒的 而且比较硬 然后那如果处女巡的话 其实是比较高壮的 是那样子的 那沙公沙母怎么分呢 就是打开肚皮看 其实不用打开肚皮 翻过来煎的扁的就知道了 对 对啊 这个就是螃蟹 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食物 因为其实不同的季节 其实螃蟹的滋味是不同的 还以为你开饭店开假的 还开在这 谢谢大家 手足饭店不错 这个董事经理还专业 对 那那个因为其实青巡啊菜巡啊 都是现在的一个季节 那刚刚提到了 在巴里蟹的这三样重要的螃蟹 花蟹 三点蟹跟食巡 其实是非常好辩论的 花蟹就是身上花花的斑点 那三点蟹身上就有三个点 那巡类就是更厚重的 它的壳 其实还没有组的时候是绿色的 可是它整个姿态跟整个体态都比较大 因为它其实是外来种并不是台湾的本土种 所以说简单的来分这些东西 还有简单要跟大家烹调的方式 因为从港式海鲜兴起之后 所谓的避风堂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做法 那个好像是好几年前引进台湾的时候 好夯好喝 而且好贵 是啊 因为它要花很多的蒜苗 很多的豆豉去打草 所以它那个成本很高 真的是香港引进的 真的 避风堂就是说他们就是为了躲避大风浪的时候 香港有个地方叫避风堂吗 其实很多地方都叫避风堂 避风真的就叫避风 对对对 堂就是海堂的意思 就是说遇到很大的风浪 船要躲到哪儿去 那他们就把刚刚补到的这些海鲜就立刻来吃了 所以那就叫避风堂 那避风堂的做法就刚提到了 用蒜苏豆豉辣椒去打火快炒 不但是本身的食材新鲜之外 更能够吃出一个比较浓重的气味 那另外金鲨的方式呢 就是用咸蛋黄去做了 这有点是台式的风格 因为台式我们会知道什么金鲨咸蛋啊 什么各式各样的这种东西 金鲨苦瓜或者是其他的做法 那目前其实螃蟹类也很适合用金鲨 来做这个调味的动作 其实是会更引出这些蟹类的这个甜美 然后另外清蒸的部分 这个就比较简单 那现在还有比较流行的是做砂锅粥 因为砂锅粥可以让螃蟹跟其他的海鲜 在高汤里和米 米就不是普通的米了 可以让大家吃到更有滋味的米 那我接下来要介绍几间在台北市 还有基隆还有高雄 比较好吃的螃蟹店 那台北市要特别先介绍 两间我认为非常物操所值的小店 第一间是在基 不是基隆路 在信义路 在信义国中的旁边 有一间叫南村小吃店 那业界大家都盛传 它叫小凯月 它有螃蟹啊 它有清蒸螃蟹 那家不是吃东西都要自助吗 没错 它的乳味啊 它的炒面 都要自己去 是 自己去拿自己 它有清蒸螃蟹 还有很好吃的烫虾子 可以坐下来再点 是的 那它的螃蟹是 当天菜市场买到最新鲜的螃蟹 价廉物美 而且东西很好吃 大家如果想吃蟹 打打牙记 可以去小凯月 南村小吃店 进不了凯月 进小凯月 这是以前的说法 现在都是 凯月吃腻了 来吃小凯月 对 然后另外一间 是在河江街的八九海产 这两年是突然爆红 因为它的雪场蟹 是目前台北市最出名的 为什么呢 物超所值 它有很肥很大的雪场蟹 那很多公司的聚餐 还有 因为它几乎是整只整只的在卖 那其他的海鲜也都 水准以上了 但是它的雪场蟹 也是现在开始 会越来越好吃 大家都可以特别留意 那另外 在民生社区有一间叫做蟹后 不是我跟寇寇姐的蟹后 而是螃蟹的蟹 然后那个 就是蟹后的后 那它就是专门卖螃蟹料理的 那它有 蟹后它只卖 那个母的不卖工的吗 都有 都有都有 我以为是 女客人吃工蟹 太可怜的 女客人去吃工蟹 男客人去吃母蟹 OK 这就是蟹后 那它这间店的这个 砂工砂巡砂母的这个品质 都非常的好 那如果想要打牙 记得也可以去 那另外介绍一件比较特别的 是在那个金山附近 那我还特别去过 在水尾渔港旁边 叫做89号水码头 88号对不起 刚刚是89海产 现在是88号水码头 就在这个金山水尾渔港的旁边 那它的主厨 曾经在台北市 很多的大餐厅担任过 那它用螃蟹 做出很多有特色的料理 特别是仿制新加坡的 咖喱螃蟹 胡椒螃蟹的 用蟹肉跟蟹黄 炒出很棒的蟹膏 然后抹在面包上 那它那个面包 是非常有特色的哈丝面包 那这间店 现在也是很有名了 成为掏家必去的 所以大家有去金山玩的话 不但要去万里那边 唠唠看看万里蟹 也值得到码头 这个水尾渔港旁边的 88号水码头来试试看 它的料理 我想插嘴 为什么吃螃蟹 要吃哈丝面包呢 这就是新加坡他们的特色 就硬硬的哈丝面包 然后上面沾了 它用蟹肉跟蟹黄 炒出来的那个酱 非常有特色 真的 他这两年的成名也是靠这道料理 那接下来就要讲讲 Coco姐的家乡 基隆咯 基隆夜市有两间很有名的店 跟螃蟹有关 当然一个是在庙口边的螃蟹羹 这好像是95号摊还是几号摊 它的声音一直都很好 那当然还有油饭 那这是老店了 想要吃螃蟹羹的都可以去试试看 他们也说现在季节对了 螃蟹会越来越肥 就是要这个季节才吃螃蟹 螃蟹吃多久几个月 不是就没了吗 是啊就是从现在到冬天 那另外一个就是整年都有的奶油螃蟹 OK 小孩子吃的 哈哈哈哈 对 那个也是适合大家可以去尝尝鲜 这是超可耻的 是对 然后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 在高雄的两间店 这一次去受到朋友热情款待的菜包里 是真的物超所值 真的 不能讲物超所值 因为它也不便宜啊 但重点是它的这个美味 真的是让我难以忘怀 你的朋友可以 我可以去找到吗 当然可以了 对啊 寻植物我吃过 这不是官说 菜包里我没有吃过 当然是官说 公开的官说就不叫官说 菜包里 一定要去 吃菜包吗 不是吃菜包 就是刚刚讲的 今天让我头脑这个有点错乱 菜包里吃海鲜 那另外寻植物也要留意它的 现在季节对了 它的寻是自己跟很多这些渔民 在第一时间都有做好就是合作的 有点像器座 只要捞到好的螃蟹 它第一时间就送到寻植物 寻植物的寻是没问题 然后它还有几道很有名的菜 包括了海胆炒蛋 那也是我难以忘怀的 是用新鲜的海胆去炒蛋 寻植物几乎是南部所有的有钱人 政治人物 这个商人都知道的地方 因为选举的时候都去哪里 本时段不谈政治 不是 每次选举的时候去看选举都被邀去吃 真的 翻的绿的都请我吃过 好吃 然后中年还有一个炒米粉 也是我难以忘怀 很像那个卤士米炒出来的 非常有趣 卤士米 他有讲到那个中破塞 人家听话 大家都知道 因为中破塞一个老先生 他养牧的一个女生 是会炒这个米粉 对 就像家长30年以后 也会回忆他的小学的养牧的初恋女生 对啊 然后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我问你菜包里到底是什么啦 是海鲜啊 螃蟹菜包吗 没有他完全没有菜包 为什么要叫菜包里呢 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个行业 这说大家要怎么说 菜包里啊 这人家一定以为要去吃包子啊 这一定是绰号啊 就像人家会有叫我帅哥昌啊 但是那是年轻的事情啊 现在已经不是 人家叫我凶巴巴的 美女扣啊 但是现在还是 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秋蟹的季节到了 我们可以先做好准备 OK 你就说中秋节 这几我给你讲 早就定不到位置了 不会啦 不会 明天怎么可能 没有 这几天大家要烤肉嘛 烤肉完之后再来吃螃蟹 那吃完螃蟹 有些禁忌是真的还假的 真的 这个要提醒大家 你当那个饭店老板 应该告诉大家吧 没有 其实我是看农民力的啦 还是一分钟啦 快一点啦 农民力的背后就告诉大家 吃螃蟹不能吃柿子 而且不能吃花生 所以这两个都是中西一都有烤旧的 为什么不能吃花生呢 因为柿子里面有一个这个 我知道柿子 花生也不能吃 花生也不能吃 因为花生的那个油脂 会跟螃蟹里面的那个结合在一起 会造成消化不了 我决定明天在我家煮一道螃蟹花生 害人 请记者吃吧 你怎么这样 我才不会的 原来是这样啦 所以不能够这个 柿子跟螃蟹 吃柿子跟螃蟹 还有花生 螃蟹的时候不能吃柿子跟花生 要记得咯 好 这个母的跟公的要轮流吃吗 吃 如果只吃母的会不会太娘娘腔呢 只吃母的会害生太失衡 所以你最好是吃一只公的配一只母的 是吗 可是大闸蟹我们大家都吃 母的 对啊 那我们女的要吃公的 男的要吃母的吗 也行 都可以 所以吃螃蟹学问很大 我是没有办法吹牛 我吃大闸蟹吃完 可以把大闸蟹的皮拼回去 耶耶 家长帅 好厉害 拜拜 下礼拜见 谢谢大家